刀狼这个人太奇怪了 他既有像李白一样超越世俗的浪漫不羁 又有如杜甫一般新系家国的悲天敏人 既有像苏氏一样面对逆境时的豁达豪放 又有像岳飞一般将场报国的豪迈正义 既有像蒲松林一样奉饰劝势的神秘意欲 又有如鲁迅般鞭榻丑恶的犀利文笔 既有像去月一样俯饰权贵的高洁品行 又有如陶渊明一般淡薄名利的单纯朴实 既有如司马迁一样潜心转使的学者风范 还有像曹雪卿一样流传经典的创作才气 他既有儒家的人 又有佛家的空 还有道家的自然 更有平常人的烟火气息 不论哪种 他继承的都是中华传统中最为优秀善良的一面 他年过半百 却仍旧像一块蒲玉 外表粗糙而内心灼灼气滑 高贵的人品和众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以及对传统文化滋滋不倦的挖掘与推广 使其成为文艺界最能传达美好情感 最能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他不在娱乐圈 因为他不娱乐 他不在演艺圈 因为他不会演戏 他只埋首音乐世界 为民族音乐的重现 再创和传承 做出了积极探索和卓越贡献 他是唯一一位置身民间 定位为草根 没有任何官方职位与头衔 但又有力推动华语音乐发展 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巨星 他是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 他的音乐作品 不仅有丰富而独特的音乐性 而且有更加高级的审美 不仅有创造力 更有影响力 当年 很多人错看了他 现在 很多人低估了他 未来 他必定是中国音乐史上 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也必将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